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所谓新决议文 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今天的台湾大话王 为您详细解读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势回击美国率先退出中岛条约的举动 俄罗斯军方拿出美国违反中岛条约的证据 指责美国污蔑俄罗斯 而美国国务院则喊话说 如果俄罗斯遵守条约 美方准备考虑条约相关问题 怎么看美俄之间的这一波交锋 后中岛时代是否已经正式开启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 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瑞士 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选好钻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狼猫六鬼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狼猫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狼猫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没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首先来关注台湾岛内消息 蔡英文自上任以来 每年春节都会有参乡发福袋的活动 今年行程更加密集 从初一到初四一连四天 跑遍十五县市十七间公庙发福袋 不料抗议团体台湾景销联盟 随即发出预告 他们的抗议活动将会遍地开花 如影随形 而国民党内所谓四个太阳 春节期间也是行程满满 藉由与民众近距离接触测水文 春节廉价 国民党内被认为志在参选2020的 所谓四个太阳 分头参拜庙宇 全台发红包 行程满当 其中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计划深入到基层 与当地的市场 店家互动并发红包带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王金平从最南端的俄联笔起跑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则规划了八天三十八个行程 要全台走透透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也首度公开铁人行程 五天排了29个行程 其中大年初三在南投和彰化 一天更达十个行程 除了所谓的四个太阳 国民党内人气最高的韩国瑜 最近也是行程满当 赶着发放小红包 寒流小红包之热势不可挡 拿到的人高兴得不得了 网络抢购价一个标到近千元新台币 增值一百倍 韩国瑜也被台湾媒体评为 岛内红包王 过年走春 要拼连任的蔡英文也不错过 她的行程可以说是全台跑透透 初一要到台北 新北 桃园和新竹市等地 初二前往云林 嘉义 台南和高雄 初三则回到故乡屏东 在北上到彰化 南投 最后一天初四则是到台中 苗栗和新竹县 不过一直对蔡英文当局很不满的抗议团体 台湾锦销联盟 第一时间就在网络上转载了蔡英文的行程 并欢迎岛内各抗暴团体 或党派 社团等组织 共同参与抗议活动 有台湾网友表示支持 还说今年的抗议要加码 这些网友说 蔡英文走一百个地方 也无法挽回施政的恶劣 好的 就此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 把时间交给你 好 杨阳 我们首先感谢月花不绣钢 对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 用月花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今天是我们农历户区年前 最后的一期节目 我们要来一起聊一聊 岛内几位关键的政治人物 在未来的几天当中 也就是年节期间的安排和行程 首先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蔡英文从大年初一到初四 行程不少 主打的是到岛内各大公庙 那么蔡英文把新春的行程 定义成为这样子宫庙环岛的大拜拜 这其中可以做怎样的分析 我们要请教一下王峰 王社长 我想这个去宫庙 当然无可厚非 因为慎中追远 明德归后 但是身为一个地区的领导人 这一个新春的时候去宫庙 可是我们发现这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做的一些种种措施 是倒行逆施 比如说去年11月24号 明明这一个九合一大选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投提案 就是以和养律 就是要反对这个民进党的 所谓的无核家园 可是民进党竟然倒行逆施 用这个经济部门的 直接的这个决策 就推翻了这一项 以和养律的这个公投决议案 那蔡英文呢 他不顺应民意 他反而到庙里面 去求一些尼菩萨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要问的 就是说众所皆知 这些公庙里面 拜的这些尼菩萨 都是来自大陆 都是中国人的祖先的神明 那请问一下 蔡英文在祭拜 这些神明的过程当中 他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那这些神明真的有神灵的话 请教一下 这些神灵难道真的会有求必应 让这一个台独的 这个领导者能够遂应 能够让他的这个想法 能够让他这个有求必应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划天下之大击 那另外的话 我们要来关注到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 目前马英九先生 是以未来八天当中 一共有38个行程 位居岛内政治人物 行程数量之冠 行程的多与少 当然同政治人物本身 是否受欢迎的程度是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和唐惠玲 唐议员一起来探讨 就是马英九先生的行程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那受大家欢迎的原因 现在受欢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马英九 从他执政到现在 他现在可以说是咸鱼翻身了 因为你知道他执政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受到台湾民众 这么热烈的欢迎 那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就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跟马英九时期比起来 大家会觉得 那个时候明天脑对他多所批判 很多是不是根据事实的一些构陷 所以现在老百姓 慢慢地发现真相以后 就会觉得 好像欠了马英九一个公道 比如说呢 马英九被人家抗议的时候 被人家丢输 被人家丢邪 他从来没有 对这些这个来抗议的人 使用太多的一些 违安的一些措施 那可是相对于蔡英文 大家就觉得 哇 原来以前的马英九 是如此亲民 所以为什么他最近会 咸鱼翻身呢 很简单 第一个是大家基于 跟蔡英文之间的比较 就觉得你蔡英文 根本就不是东西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回过头来 觉得好像以前民意 对马英九的要求太苛刻了 相较于现在 真的对老百姓很苛薄 而且强奸民意的蔡英文来讲 马英九真是好的太多了 所以马英九这么多的行程 其实有一些 我侧面了解的结果 他继续跑这么样多的行程 有一个绝对重要的关键因素 就是民进党用很多的官司 在构陷他 他还有很多的官司在身上 所以他必须继续保持 他在台湾民间的热度 他不能被台湾老百姓给遗忘了 那他的保持这个眼球数越多的时候 民进党在法庭里面 就算很多的法官 现在是所谓的绿色法官 那么也不敢做太过离谱的判局 我认为不管他不要参选 这是他保持一个 跟民众近距离接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中国公民党主席吴敦毅先生 他公布的行程其实也不少 一共公布了五天的29个公开行程 平均起来比马逊生还多 吴主席强调了一句话 就是说自己在年后的时候 也会进行网络直播的一些运作 那么其实在岛内 关于政治人物要开网络直播 同民众互动的讨论 现在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想请教王丰社长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请教您 对于岛内政治人物开直播 有如何的观点 那另外对于吴主席也要开直播 您有怎样判断 关于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 不管是蓝营是绿营 说老实话他们要成为网红 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凸显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务正业 第二件事情就是不务本 这个不务正业 我们就以国民党的吴主席来说的话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很红了 在去年九合一选举之前 他也用影射的说法 说谁是肥芝芝 那这个说法也成为 岛内当时非常红的一段影片 那从这一点来看 他已经是网红了 何必还勉强自己要成为网红呢 更何况这些蓝绿的政治人物 就以绿营的来说 倒行逆施完全没有政机 你还有什么脸皮去搞网红 那再说国民党的党主席 面临目前大陆和平崛起的当口 大陆正要做的事情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那台湾虽然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主角 可是你至少可以当侧义 你至少可以协助匡富中华 可是你舍此莫游 却在岛内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 你如果有一己的私欲 你要当网红的话 是被老百姓不辞的 你不要说匡富中华 你的党都差一点快要完蛋了 这个党都要被这个民进党当局 连根都要刨除了 你却没有一点点的作为 让这个党正衰起毙 你现在还有什么面 还有什么颜面要来当网红 你网红所要诉求的 所要表达的 所要宣扬的是什么呢 老百姓反而会对你更瞧不起 所以类似像吴敦义 类似像蔡英文这种人当网红 只是徒增民怨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还给福中华博士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民进党主席卓龙泰日前抛出 要针对2020选举推所谓新决议文 获得党内终生代力挺 党内舆论却踏伐民进党 每逢选举就玩弄意识形态 将因此死得更快 这个所谓新决议文 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今天的台湾大话王为您详细解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钻 六鬼符 全国连锁 现任之选 本狼牛六鬼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狼牛好事 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狼牛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没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2018-9合一选举后 民进党大败 拼经济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 不过被认为最会选举的民进党 显然不愿意在这里耕耘 反而重新打起意识形态的牌 本周民进党主席卓龙泰提出 要针对2020选举 推出所谓新决议文 到内舆论一片哗然 民众惊呼 民进党果然如此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本周的台湾大话王 镜头前不想多说 但专访时倒是侃侃而谈 1月29号 民进党主席卓龙泰主动对外表达了 民进党正在酝酿所谓新论述的想法 他说 面对2020年选举 民进党要引导走向 创造议题 党内过去有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等 现在不排除有一个新时代的东西出现 是不是所谓决议文还有待讨论 但至少会推出共同证件或诉求 民主进步党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跟社会做对话和沟通 所以我们也乐见于说 在未来除了过去的几个决议文之外 有没有办法依照新的局势 有一个新的决议文 来跟社会做正式的对话和沟通 不过提出所谓新决议文 更像是民进党中央的一次心血来潮 因为对于其内容 民进党目前并无头绪 这位政规在两岸的部份吗 不限于任何议题 这个决议文出来 并不代表这一版的事情 没办法算命告 因为内容 大家还没有讨论 卓榮泰成为民进党主席 党内中生代给予了很大支持 同样对于卓榮泰提出所谓新决议文的构想 民进党内中生代也是爱无及无 竞选期间有所谓的决议文 我觉得很清楚地表达民进党的一个立场 是凝聚共识 这个是好事 那新的挑战 新的形式 那不可能用旧的党纲 旧的政纲 那有新的决议文也是很正常的 尽管所谓决议文 不会列入民进党党纲 只代表民进党的路线论述 但抛所谓新决议文的动作 不难联想 是为蔡英文的连任铺路 有绿营人士判断 秉承蔡英文意志的卓榮泰 计划推出所谓新决议文 将更往所谓亲美抗中路线修正 只会让两岸风险不断提高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 党团书记长曾明宗呼吁 民进党应体察民意 拿出具体办法拼经济 别再通过相关的所谓统独手段 操作骗选票 中国国民党明代陈学胜直言 民进党选举操作用意非常明确 所以他对于所谓新的决议文版本 没有任何期待 还有兰英人士认为 民进党根本是在自寻死路 一推决议文 民进党死得更快 为什么呢 2018年九合一选举 为什么民进党大败 就是民生经济没有搞好嘛 那今年民生经济会更烂 那所以呢 他只要一推出 民进党只要一推出台湾决议文 我告诉你 老百姓会觉得 推台湾决议文 推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证明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生活更糟糕 民生经济搞得更惨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三号应讯表示 据上海有关方面介绍 三号上午九时三十分左右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十人受伤 其中九人为台湾游客 目前一名台胞经抢救无效死亡 两名伤势较重的台胞 仍在接受治疗 经警方初步调查 该起事故为驾驶人员操作不当 车辆失控所致 马晓光介绍说 事故发生后 上海市高度重视 全力救治伤者 迅速成立紧急处理小组 有关市领导到医院 看望了伤者和家属 国台办将会同上海市 有关方面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我们为在事故中 不幸过世的台胞感到悲痛 也祝愿受伤的台胞 能早日恢复健康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京强势回击 美国率先退出 中岛条约的举动 俄罗斯军方拿出美国违反中岛条约的证据 指责美国污蔑俄罗斯 而美国国务院则喊话说 如果俄罗斯遵守条约 美方准备考虑条约相关问题 怎么看美俄之间的这一国交换 后中岛时代是否已经正式开启 时事评论公宪线纲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美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来关注今日中暴话题 据环球网综合海外媒体报道 针对美国宣布启动中岛条约退约程序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 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暂时退出这一条约 美国国务院二号回应称 如果俄罗斯完全恢复遵守条约 且这一点可以核实 美方准备考虑条约相关问题 报道称 俄新社二号请求美国国务院 对普京言论进行评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称 美国保留在六个月内 撤回有关退出条约通知的权利 如果俄罗斯完全恢复遵守条约 且这一点可以核实 美方准备考虑条约相关问题 但如果俄罗斯的行为没有发生这种变化 国方退出协议的决定将继续有效 条约将停止其效力 他重申 这是俄罗斯恢复遵守条约的最后机会 并称保留中岛条约的责任 完全在俄罗斯 此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 与国防部长邵伊古时表示 针对美国退出中岛条约的做法 俄罗斯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普京强调 鉴于美国的相关做法 俄罗斯已开始研制包括 陆基高超音速中程导弹在内的新型武器 但不会增加国防预算 俄罗斯不会卷入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当地时间2号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张 有关美国一家军工企业的照片 并表示早在2017年6月 这家军工企业就开始准备制造 中岛条约所禁止的中程与短程导弹 而在过去近两年里 该工厂的面积从55000平方米 增加到79000平方米 基于这些 俄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 是美国恶人先告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说 俄方否认美方所有关于中岛条约的指控 且有权反塑华盛顿 扎哈罗瓦还表示 直到现在美方都从未提供过任何关于俄方违反条约的证据 好像就只会发发推文罢了 美俄相继暂停中岛条约 相关国家相继表态 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 对美国宣布启动退出中岛条约程序表示遗憾 呼吁欧洲和有关各方维护现有的常规军备和核军备控制条约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德国仍将在六个月内继续与俄罗斯就中岛条约进行对话 谈判的窗口应该保持开放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则表示 不得不结束条约的情况是全世界都不愿见到的 日方将通过联合国和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等机会 提出建立多边框架的必要性 而北约的声明则说 北约完全支持美国启动退出中岛条约程序 好的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事实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美国《时代周刊》2号称 俄美双方暂停中岛条约可能产生长期后果 或将重塑从欧洲到亚洲的核威胁态势 文章称 军控倡导者正使劲搓着双手 思考这个帮助维折冷战以来和平的核协议的前途 双方还有六个月缓冲期 到那时如果达不成协议 冷战将宣告重新开启 那么对于这一判断 你有何分析 我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 有点耸人听闻 如果这个中岛协议最终废除了以后 也不会在美俄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冷战 原因主要是 目前的形势和当年冷战的形势是不同的 当年的冷战 我们根据当时冷战的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可以看到 当年的冷战第一个特征就是有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 北约和华约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华约已经没了 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种松散的离心力的倾向 美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在很多理念上不同 包括军费分担问题上吵得一塌糊涂 包括这次美国退出中岛条约 像法国 德国都是不赞成的 那么第二个特征的冷战就是 当时两大军事集团的弑军力敌 有的时候你占上风 有的时候我占上风 双方在一些地区展开的争夺中也是各有千秋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地 双方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我们知道当时有阿富汗战争 在非洲包括像在越南 包括越南入侵检母 都有美苏当时对抗的影子在后面 在越南美国是出兵了 在阿富汗是苏联出兵 双方并没有直接交手 你出兵的时候 我支持当地的代理人来和你抗衡 所以当时的美苏双方的对抗 还是很激烈的 范围还是很广的 那么我们反观现在 美俄之间并没有形成这种 在全球的大规模的对抗的趋势 俄罗斯也只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为了抗衡北约的东扩 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措施 并没有和美国真正的进行这种激烈的对抗 在叙利亚双方也是比较克制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 即使中岛协议宗旨了 那么大规模的冷战也不会到来 那么随着美国的高调表态 美俄的北极争夺似乎也掀开了新的剧情 美国北方司令部司令奥肖内西 近日亲自在媒体刊文强调 北极防务的重要性 他说北极是美国的对手发起打击的潜在途径 如今是美国防御的第一线 与此同时 俄军也计划恢复对北极的战机巡逻 在美国宣布推约后 所谓的后中岛时代是否已经正式开启了 我个人认为中岛条约即使宗旨之后 美俄之间并不会开启一个 和中岛条约存在时完全截然不同的时代 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中岛条约签署以来到现在几十年当中 美俄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 违反了这个条约 在发展的这种导弹的方面 突破了中岛条约的限制 也就是说在中岛条约存在的情况下 美俄双方在遵守中岛条约方面 看来都留有一手 因为我们知道导弹的参数 包括导弹的射程的公里数 它有的时候是可以调节的 因此这次中岛条约 如果真正终止的话 我觉得也并没有改变 美俄双方在导弹的利用研制方面的这种 违反导弹的这种态势 那么今后在中岛条约完全被废除之后 在六个月以后完全终止之后 我觉得美俄之间一个博弈的领域 就是在北极 我们知道随着北极的冰的融化 很多航道就可以使用了 航道的使用 包括北极的能源 资源的开发 就会提倡一时之成 那么这对美俄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美俄都是北极的沿岸国 双方在这个领域的争夺会进一步的加剧 谁占得了先机 谁就占领了新的高地 此外对俄罗斯来讲 在乌克兰危机中不能退仗 因为如果退仗 俄罗斯就会被北约 被美国逼到一个死角 所以俄罗斯必然是要进一步的 来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 来制衡乌克兰向西方的靠拢 那么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在中东 尤其是在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现在问题 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也就是说将来进入政治阶段 在这个阶段 俄罗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美国如何来扩大它的影响 双方在这个区域的博弈 也是会加剧的 因此在中岛协议宗旨之后 美俄双方的博弈 还会继续下去 也就是在这些领域中来发展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不会双方走到直接交火的地步 因为从双方来讲 都不愿意走到那一步 如果走到那一步 就意味着世界大战 因此我觉得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 还会保持克制 好的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V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青春最强音 有梦更年轻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和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共同主办 福建海峡卫视台湾东森电视联合承办的青春最强音第三季 将于2月9号起陆续在海峡卫视和福建综合频道播出 青春最强音第三季于2018年9月启动 两岸共有198所高校参与 其中台湾高校158所 先后约有1万多名两岸青年学子 参与了在海峡两岸同步进行的海选 经过为期五个月的比拼 最终于今年1月份 在台湾决出了第三季最强音的总冠军 节目进行过程中 主办单位在两岸高校及城市核心区域 共举行了53场地面推广活动 并透过脸书 抖音 微博等多个线上平台 在两岸同步分享 相关视频播放量突破1.6亿 微博主话题阅读量达3.9亿 青春最强音 我要谢谢这个平台 让我还能够接触到青春这件事情 这一阶就可以去试看看 就是说那我们的水平大概可以到哪里 其实这些朋友也是可以在比赛之外 一直陪伴我们的 总的来看 不管是从报名 还是从新媒体的数据 还是从两岸的这种 落地的活动的创新度来说 其实都是超过前两阶的 除了唱歌之外 我们其实更注重两岸年轻人在心灵上面的契合 我们觉得说 这个节目也达到了我们一开始 想在同学们之间搭建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青春最强音是首档专属两岸大学生的音乐交流节目 自2016年启动以来 连续三季 每年影响两岸超过380万大学生 现已成为两岸青年在文化交流上持续时间最长 参与人数最多的最热门文艺赛事之一 青春最强音第三季共分为9集 从2月9号起 每周六晚9点48分在海峡卫视播出 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将于2月10号起 每周日晚9点当播出 节目届时也将在优酷 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同步上线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那么在这里给观众朋友们拜个早年 祝您猪年合家欢乐 猪事顺应 由于频道节目编排的需要 我们海峡新干线将从明天开始 到正月初六暂停播出 在正月初七 也就是2月11号恢复播出 春节期间 欢迎大家锁定东南练视 收看各档精彩节目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国TV客户端 请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11号再见 实际上 期为新型市民的市场 sc Freddie 有点 vur阿逼信号 在从两岸资讯图中 正在香港王阿姨资讯 而我们分析